第十一个 伊朗德黑兰不明飞行物 1976年9月19日凌晨 伊朗首都德黑兰发生了一起著名的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 当时伊朗国家空军总指挥部连续接到了首都德黑兰附近米社兰地区居民的四次电话 他们报告说在当地天空中发现了非常奇怪的飞行物 目击者的描述各不相同 有的人说那些不明飞行物的形状类似于鸟 有的人却把它们描述为闪着强光的直升机 这一事件尤为特殊的是 不明飞行物不仅仅被人们目击 而且还被雷达给观测到了 它的大小和波音707差不多 长度大约46米左右 期间进行了超出场里的移动 几乎是从一个位置顺移到另一个位置 飞行速度超过了任何已知的飞行器 而且更诡异的是 当两架战斗机升空拦截 靠近不明飞行物约40公里范围时 飞机上的通讯系统和监控设备无一例外地失灵了 等退出一定距离后又会重新恢复 虽然没有更多的直接证据 但德黑兰不明飞行物事件 确实成为了历史上记录最齐全 最令人不安的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之一 火星陨石艾伦希尔斯84001是美国宇航局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史密森学会联合组成的南极陨石搜寻计划小组 于1984年12月27日在南极州艾伦丘林所发现的 这块石头引发了一场天体生物学的革命 那就是寻找地球之外的生命 美国宇航局地质学家大卫·麦凯主导的科学团队 在90年代初开始研究84001陨石的化学成分 希望揭示40亿年前这颗红色星球上发生的事情 在研究陨石的过程中 他们应用最新的高分辨率电子显微镜 发现了碳酸岩矿物和岩石内部不同寻常的蠕虫状微结构 并且推断这些蠕虫可能是细菌化石 是外星生命的有利证据 一些反对者则表示 虽然在很多情况下 碳酸岩是生命被埋到地下 无法转变成土壤是变成的 但84001陨石中的碳酸岩矿物和蠕虫状结构 更可能是一种化学反应 在40亿年前 火星仍然是一个非常潮湿的星球 甚至有海洋 正是这些水推动了形成陨石中碳酸岩矿物的化学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说法似乎同样预示着火星可能存在生命 因为有水就有一切的可能 虽然存在争议 但这个唯一的地外生命痕迹 还是激起了人们的无限遐想 科学家的目光也都汇集到了这个遥远的星球上 而随着对火星的探索一步步加深 人们总有一天会解开这个谜团 第九个 连续坠落的陨石 坠落的陨石对于研究和探索宇宙的科学家来讲 是非常稀有珍贵的 但在拨黑一名男子的眼里 陨石就是异常场的灾难 如果这辈子还有什么最不想见到的东西 那么一定是陨石 因为他的房子已经连续五次被坠落的陨石击中了 这名倒霉的男子叫拉迪沃耶拉吉克 生活在拨黑北部的哥恩亚拉莫维特村中 据他回忆说 第一颗陨石是在2007年11月第一次坠落 砸中了他家的房子 从那以后 又有四颗陨石陆续砸中了拉吉克的家 而且每次都是在阴云密布的雨天 虽然这五颗陨石没有造成任何人身伤亡 但却对拉吉克家的房子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导致他不得不用钢梁重新加固饱受摧残的屋顶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的专家们证实 所有砸中拉吉克家的石头 的确都是天外陨石 但他们无法解释 为什么拉吉克家的房子 会对陨石具有这样的吸引力 只能猜想 也许是因为某种特殊的磁场 拉吉克本人则怀疑自己已经被外星人盯上了 这些陨石就是有预谋的袭击 甚至一碰到阴雨天就不敢入睡 害怕再次遭到陨石撞击 第八个死海的神秘矿物 2021年6月 科学家首次在死海西南部附近发现了一种神秘的矿物 这种物质以往只在外星陨石中出现 它是一种被称为阿拉伯单矿的零化矿物 直到几十年前 人们在俄罗斯亚库特东部的多尔谷钱河上 发现了一块小型铁陨石的碎片后 科学界才知道它的存在 在这之后 科学家在多块陨石中检测出了阿拉伯单矿 这证明它虽然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独特 但确实是一种稀有的天外来物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 科学家报告说 虽然死海的阿拉伯单矿可能不是来自外太空 但它仍然有可能是由某种外星事件产生的 因为这种矿物通常只有在极高的压力下才会形成 比如大型陨石的灾难性撞击 又或者是超过500公里深的地曼吉亚 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 该地区并没有大型陨石撞击的痕迹 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曾发生过地曼板块运动 因此 这种稀有的矿物来源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第七个 黑骑士卫星 在太阳系中存在着来自地球之外的人造天体 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奇闻 1961年 在巴黎天文观测台工作的法国学者雅克瓦来 发现了一颗运行方向与其他卫星运行方向相反的地球卫星 并且将这颗来历不明的卫星命名为黑色骑士 随后世界上有许多天文学家按瓦来提供的精确数据 也发现了这颗环绕地球逆向旋转的独特卫星 1963年 美国宇航员戈登库珀在太空中执行任务时 看到了一颗神秘的黑色卫星 他认为那可能是传说中的黑骑士卫星 此后黑骑士不时出现于人类的视线之中 其中最为清晰并且来源可靠的一张照片 是1998年美国宇航局在地球轨道上拍摄到的 而最近一次被拍摄到疑似黑骑士的物体是在2017年 在一段拍摄于菲律宾的视频中 一个黑色的物体漂浮于天空 它的样子与1998年美国宇航局拍摄的照片上的黑骑士非常相似 在地球轨道上有一颗可能属于外星人的卫星 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事情 有人相信这是真的 也有人认为不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宇航员库珀的说法 当时就曾引起过轩然大波 而当局很快禁止他发表 关于看到的那颗卫星的言论 这导致许多人怀疑 美国政府想掩盖外星人存在的事实 为此美国宇航局还不得不出来辟谣 称库珀并没有看到所谓的黑骑士 而是当时因舱内二氧化碳过多 出现了幻觉 在那之后 美国宇航局还否认了1998年拍摄的照片是黑骑士 声称那不过是空间站意外掉落的隔热罩 根本没有什么黑骑士卫星 难道说之前的所有发现都是假的 恐怕并非如此 根据2021年一个天文网站上发表的文章 黑骑士卫星很可能已经在2017年被击落 从曝光出来的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一艘战机朝着黑骑士卫星发射出了导弹 被击落的卫星拖拽出了非常闪亮的轨迹 掉入了地球的大气层 此外似乎还有一个疑似飞船逃生舱的物体 被分离出来并且迅速顿入黑暗 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黑骑士之谜也将继续存在 第六个 蜥蜴人雕像 二十世纪初 考古学家在伊拉克的泰尔乌拜德 发现了这一地区最早的文明 并将其称为乌拜德文化 乌拜德时期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 五千五百到三千七百年 被认为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前时期 也是苏美尔文明的源头 奇怪的是 就像苏美尔人一样 乌拜德文化的起源 对现代学者来说 仍然是一个深奥的谜 在现场发现的各种人工制品中 最让研究人员困惑的 是具有奇怪的蜥蜴特征的神秘人形雕像 这些雕像有男有女 长着尖脸和杏仁壮眼睛 就连女性雕像怀里的孩子们 也被描绘成蜥蜴 考古学家们被这些发现惊呆了 他们无法解释 为什么乌拜德文化 会制作这些奇怪的蜥蜴人雕像 一些传说指出 大约在几千年前 一个拥有智慧的奇怪爬行动物种族 随着流星雨来到地球 在地下寻求庇护 难道人类很早就接触过 来自外星的爬行动物种族 所以乌拜德人 才会制作出 有蜥蜴特征的人形雕像来表达崇拜 第五个 小绿人一号和麦冲星 1967年11月28日 英国天体物理学家乔斯林贝尔 和他的老师安东尼休伊什 用剑桥穆拉德射电天文台的行星计 闪烁阵列 监测到一段来自宇宙的无线电信号 这个神秘的无线电信号非常规律 时间间隔保持在1.33秒 在排除了地球上的其他设备的干扰 仪器影响等所有其他可能的因素后 他们认为这个信号可能来自一个地外文明 也许是某种星际灯塔 贝尔把这个信号源称为小绿人一号 小绿人正是科幻作品中常见的外星人的形象 不过因为并未确定这一天体的真实身份 所以他们在论文中 只是将发出信号的天体称为快速脉冲射电源 贝尔和休伊什发表的论文 迅速引起了天文学界的关注 很快就有天文学家确认贝尔发现的脉冲射电源 就是旋转的中子星 中子星是恒星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形态 直径很小密度极高 此前有科学家曾经提出 如果中子星旋转并且具有磁场 就会发出电磁辐射 但一直没有观测证据 而贝尔的观测结果与理论预言十分符合 有力地证实了中子星的存在 1968年3月 休伊什根据脉冲恒星的组合 创造了脉冲星这个单词 为星发现的天体命名 快速自转的脉冲星 就像宇宙中的灯塔一样发出无线电 可见光和各种射线 由于脉冲星的自转非常规律 因此是自然界中非常精准的时钟 误差只有几千万一分之一 换句话说 从恐龙时代到今天 这种宇宙中的误差也只有大约一秒 第四个 弗尼契手稿 弗尼契手稿被许多人称为最难破译的天书 从发现到现在 长达数百页的奇异文字 难倒了无数密码领域的专家 到今天都没有人知道 这本手稿写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甚至有人一度怀疑 这本书根本不是出自人类之手 而是有可能是外星人所著 弗尼契手稿于1912年 被美国古董商弗尼契在意大利购得 但据说此前 他曾经历过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鲁道夫二世 一位炼金术士 以及耶稣会的密码学专家等几名主人 弗尼契手稿之所以令人着迷 就在于他总能让人看到破解的希望 但却从未被人真的解读出来 一些人认为这本书完全就是一个恶作剧 是有人胡乱编写的 只是为了挫败那些为其魔咒抓狂的人 整个手稿甚至没有一处图改 这是因为抄写者根本不必考虑真实含义 它不属于任何一种已知的文字 所以也就无法破译 还有人表示 这可能是一本关于复刻的遗书 因为使用了大量缩写 而且又没有流传开来 所以就成了人们眼中神秘的天书 但上面的一些图案似乎又与现实不符 尤其是许多奇花异草在现实中 根本找不到对应的品种 如果说文字是使用了缩写 那图案又为什么要画得这么抽象 对于手稿没有一处图改的说法 科学家们已经鉴定出 这部手稿是由至少七八个抄写员 花费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才完成的 因此没有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说明弗尼契手稿很可能是一部成稿 写错写非的部分都已经被人丢弃了 直到今天 一些严肃的科学家已经对弗尼契手稿完全失去兴趣 认为它只是胡乱编造的产物 但仍有一些神秘主义者孜孜不倦地想要破解这一谜题 甚至有人声称已经破译了一部分内容 看到这里 你认为弗尼契手稿的内容是什么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吧 第三个 奥默默 早在2017年 太阳系就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从它被发现的那一刻起 就被定性为一个奇怪的天体 因为它有着奇怪的轨道 奇怪的速度 以及奇怪的属性 这个奇怪的物体 后来被命名为奥默默 这是一个夏威夷语单词 意思是一位来自远方的姓氏 从外形上看 奥默默通体 成灰红色 最长的一面在100到1000米 长得像一根雪茄 事实上这是一种容易向公众解释的形象说法 基于数据分析 天文学家认为奥默默 更可能是一个薄薄的圆盘 就算它是雪茄 也是一根正在不断翻滚的雪茄 在人类此前观测到的小行星和彗星中 从来没有天体长得如此奇怪 其次 奥默默的反射率 至少是典型太阳系小行星 或彗星的10倍 表面看起来就像是金属一样 非常明亮 最让人奇怪的是它的运动方式 奥默默在飞向太阳系的时候 速度已经达到了每秒26公里 太阳引力会在物体靠近时 大幅度加快其速度 然后将其甩出另一侧 等到越过太阳后物体的速度 便会逐渐降低 然而奥默默离开太阳系时 竟然加速了 这或许意味着 它有某种动力 一些天文学家 试图用彗星的运动方式 来解释这种奇怪现象 当彗星接近太阳时 就会因为热度 释放出曾经冻结的气体 达到类似火箭的作用 但他们利用专门的望远镜 观察奥默默后 发现它没有会尾 因此 释放冻结气体的说法并不成立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 哈佛大学权威科学家阿维洛布 提出了一个似乎牵强 但有趣的假设 那就是奥默默实际上 是来自外星结构的太空碎片 或一个已经被摧毁的外星航天器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地球人类也在做相同原理的事情 只是范围小得多 2021年3月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天体物理学家的一项研究认为 奥默默是从遥远恒星系统中 一颗类似冥王星的行星 那里脱离的一座弹冰山 在某种程度上 它可以解释该天体的反光性 令人遗憾的是 奥默默在被探测到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离开太阳系的路上了 人类只来得及 对他进行了大约11天的监测 也许奥默默确实与外星人有关 但我们却永远也无法知道它的真实身份 尽管大多数学者 都坚持地球是实行天体的观点 但仍有一少部分人支持地心空洞说 这一理论 由英国著名天文学家 爱德蒙·哈雷1692年提出 他认为地球是一个有着三个壳的星球 每个壳都是同星的 有各自的磁极 而且它们彼此之间 都由大气层隔开 每一层壳都以不同的速度旋转 南北两极的特殊磁场 可能就是因为各有一个连通地心的入口所致 而令人惊愕的是 一位前美国中央情报局职员就曾披露 他看过的一些绝密文件表明 有一个远高于人类智慧的种族地底人 存在于地球的地漫中 据说地漫几亿年来都没有大变化 因此 那里很有可能成为维持长期生命 稳定居住的场所 地底人很有可能就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 那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温带环境 你觉得地球是空洞还是实心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吧 第一个 被藏于地下的外星飞船 2023年10月 澳大利亚调查记者罗斯库尔哈特 在英国的一个不明飞行物 播客上透露称 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在坠毁后 被藏在地下 而为了让它更加隐秘 当局还在这艘飞船上面建了一栋楼 至于这栋楼的名字和具体位置 库尔哈特却不愿透露 只是称它必须保守秘密 否则可能会引发 51区风暴等国际事件 它唯一能够公开的是 这个不明飞行物不在美国 而且诗世外星飞船上面的建筑 非常有名 它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而建造起来的 之所以不把它运走 是因为它的体积实在太大了 根本无法移动 与此同时 这位记者还宣称 美国政府将在未来12到18个月内 披露他们与外星人打交道的真相 也许到时会一并披露这个 被藏于地下的外星飞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带给大家的 11个并非来自地球的惊人事物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